正值暑假旺季國境之南肯定湧入大量的遊客 有人看準人多帶來前朝用白牌車載運客人 但是有業者以一個人50元的收費方式載運遊客 直達屏東海生館卻被相關單位給查獲 不但被開罰10萬還得要面臨扣牌扣照 因此失打 車來車旺正值暑假國境之南湧入大量遊客 準備搭車暢游中途卻遭警方查契 遊客被迫下車站在路旁有夠無奈 這下得想辦法找其他車輛搭乘 因為原本搭的是不合法的白牌車 整輛車滿滿滿白牌車駕駛 向眾人潮就是錢潮想大賺光光財 等在客運後車停有可以抵達直接懶客 一個人頭收費50元但卻違法 不只屏東車城其他鄉鎮也曾被查獲 被抓到針對駕駛開罰10萬罰款 還要被吊扣駕照 就連車子牌照也被吊扣 搭乘合法的一個運輸的一個工具 才會對乘客有保障 白牌車的話是沒有任何的一個乘客險的部分 傳出違法載客原警在熱門路段擴大稽查 白牌車業者為了賺50元被罰10萬 還被扣牌扣照 因小失大得不償失 要是發生意外 遊客也可能因為沒保險 酬場無門 記者蘇世偉 屏東採訪報導